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过去 说实在的话是一年前不很远 我们在许多场合里头没听哪一个人讲在哪 可是这一年里面好像都把这个问题提出了当为谈话的主题 我们细心去思维 越来越感到这个问题有严重性 灾难怎么来的 佛知道啊 我们佛弟子知道啊 佛知道是他的定功 他的智慧 我们知道听佛说的 佛在经上常常讲 我们听佛说的 我们知道 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相随 华言经上说 这一切法是 唯心所信 唯实所变 心跟实都是我们讲的心 心是真心 实是妄心 妄心不利真心 总而言之 一切法离不开心 心怎么变成一切法 心动就变一切法 心不动了 一切法就没有了 这个动是波动 现在科学家也证明了 宇宙之间 万思万法 其实就是个波动现象 所以科学提出了一个 学的理论 像乐器里头 学乐器 谈着说出这么一个理论 波动现象 那么现在灾难来了 灾难怎么变现 一定是 是个异常的波动 不是正常的 就是反常的一种波动 正常的 是与信德相违备 不正常的呢 是与信德相违备 所以您科学家 也告诉我们 2012的预言 并不可怕 科学家说 他也没有说有 也没有说 没有 应该是 地球上全人类 一个 高度警觉 改变自己的一个好机缘 怎么改呢 要断无修善 要盖邪归阵 要端正信念 人类会把这个地球 带到更好的境界 那好死去吧 说的很有道理 跟佛法讲的一样 那要不改呢 不改麻烦就来了 那灾难越来越严重了 什么意念 是最好的意念 现在我们同学们 都明白了 读圣无量寿经 是最好的意念 义佛念佛 是最好的意念 我们大家在一起 分享 无量寿经 学习的心得报告 是最好的意念 这个灾难的频率 确实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我们 很努力的 把这一步进 学习的心得 向大家做报告 跟大家一同分享 我希望是在明年 六七月 把这部经讲完了 那时间的分配 是必要 每一天 在家里两个小时 每一天 讲四个小时 应该可以讲完 这是有必要的 现在这个年龄呢 一天 讲四个重点 还没有问题 应酬 要减少了 希望诸位是 多听见 多读尽 少来看我 看我怎么 你累啊 我也累 我们 彼此都累 多有一点时间 休息 养养精神 多听见 多念福 这样 这样好 这才是 真正我们 彼此照顾 彼此关怀 互足 合作 多读尽